各位,截至2020年3月5日,北京時間14點23分 四分鐘前更新,北京時間大約下午兩點半 全國累積確診數目80566人,仍然上升了144人 而現有的確診者仍在醫院,有25422人 比上一天少了2102人 全疫人數比上一天增加了2214人 現在累積到52128人 仍然還有522人是疑似病例 比昨天上升了143人 現在的死亡數是3016人 還有一個重症數目 還有近6000人,5952人 比上一天少了464人 國內的情況似乎慢慢受到控制 希望不要再輸入的疫情 可以慢慢把現在手上的全部清掉 中國可以說疫情過去了 但問題就是國外就不太樂觀了 亦都是截至同一個時間 2020年3月5日,14點23分 根據這裡說,現在全世界除了中國之外 現有的確診數目是13573人 現在累積是14800多人 現在已經1000多人傳遇了 有272人死亡 仍然重災區 就是韓國、意大利、伊朗 鑽石公主號就沒什麼變化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離開了 接著上來就有 看不太清楚 我轉回清楚的畫面看 有德國 德國多了104人 現在去到344人 日本多了5個 331人 法國多了28個 美國跳上來我們第一版 現在多了33個 變成159個 接著下去就有新加坡 新加坡沒有增加 英國增加了2個 挪威增加了2個 澳大利這裏增加了9個 現在去到53個 瑞典增加了22個 泰國4個 加拿大1個等等 希望其他國家可以參照中國的經驗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做不做得到 要看國情的問題 其實我不太樂觀了